好,那各位同學,早上好啊 那我們今天的實驗是要做化學電池 那我們今天是一個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是有兩位小助教來做實驗示範 然後我在旁邊做解說 那化學實驗的第一個實驗我們是要做所謂的那個 信銅電池 那信銅電池的化學電池的第一個實驗步驟 我們是要做岩橋 好,那他們現在在把藥品 倒入U型管 他在把濾化夾給倒入U型管 然後我們塞上那個棉花 塞上棉花去做成岩橋 基本上就盡量讓氣泡 讓氣泡不要... 盡量不要有氣泡 就是把水補到全滿的狀態 所以他們現在在調整 那我們岩橋做好之後就會先放在一旁備用 記得盡量就是把氣泡盡量排掉 讓他成立一個完全比較好導通的狀態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的心棒跟銅棒需要去做那個 磨光的動作 我們請哨紅處就來示範 他現在手上拿的是一隻是心棒一隻是銅棒 現在拿的一隻是心棒一隻是銅棒 然後就開始努力的磨 這磨到亮就可以了 亮了 好 那我們要開始下一個步驟 我們先把磨好的芯片跟銅片先放一旁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把藥瓶給裝進燒杯裡 好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兩個燒杯 首先是一個燒杯要裝入0.1m60cc的流三芯 另外一個燒杯是要裝入0.1m60cc的流三芯 那有兩個小助教來做操作 那有兩個兩桶 因為這個實驗室也不是我們專用的實驗室 會有其他的實驗在這邊做實驗 現在兩杯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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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到燒杯裡 好都倒到燒杯裡 好都倒到燒杯裡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下一個步驟 下一個步驟是 我們要先準備一個搭橋 我們要準備一個搭橋 等一下我們組裝完之後 要來看看 要來看看 組裝的過程 首先我們要用鱷魚夾夾住銅片 浸在硫酸桶裡面 然後另外一個是鱷魚夾夾住芯片 浸在硫酸心裡面 然後鹽巧是跨在兩個燒杯 鹽巧是跨在兩個燒杯 等一下我們會用商用電錶去分別 角度銅片以及芯片 然後我們將 那個 五分鐘之後開始計時 然後我們同時要開始測量 它的電壓以及電流的變化量 電壓以及電流的變化量 然後我們要連續測三十分鐘 我們要連續測三十分鐘 現在我們要開始做實驗之前 記得我們要先用餅銅 把銅片跟芯片都先插過 用餅銅跟銅片跟芯片都插過 餅銅揮發速度很快 所以同學 使用餅銅的時候 盡量動作快一點 我們應該 普三十元有用過 用來溶解那個葉綠素的時候 那個味道其實不是很好聞 那個味道其實不是很好聞 好 好那我們要開始使用三箱電錶 好那各位同學可以看一下 這是三箱電錶 你可以看到 它 會有一個 測試的電極要接的 記得CAMG 就是CAMG 是一個接地 所以一般來說接地 我們會接複線 那你可以看到一個是 V Ohm MA 就是我們要測 那個什麼電 如果我們要測電阻 電壓的時候 正極的線要接在這個 那另外一個是 10A 就是測大電流的時候 那記得你不要接錯 一般如果我們沒有特定要接的話 我們 電流如果沒有太大 我們應該會從小的開始 我剛從小的開始 那記得 那個 為什麼要分分不同的是 因為它裡面放的保險絲 是不一樣的 不然你如果接錯的話 等一下就會撕一聲 然後 這台機器的 裡面的保險絲 電錶 電錶 電錶就會壞掉 那我們現在請小助教 把那個 黑色先接到接地級 然後紅色接到這邊 然後把電打開 那因為你看我們現在 根本都還沒倒通 因為我們也還沒架岩橋 我們只是先把它組裝起來 所以它應該是0 那我們現在設定的部分是 我們要測V V就是伏特數 那 等一下我們請少紅學 我們請你們少紅學長 幫忙按一下計時器 幫忙按一下計時器 那我們等一下 把岩橋 把岩橋放到這兩個燒杯之間 就開始反應 那同學你複習一下 你高中的心同電子 我們高中的心同電子 是講什麼 我們講同事得到電子還原 所以我們同事正直 那 心是失去電子 變成心離子 所以心是負子 那我們就 請 那個你們兩位小助教 開始準備把那個放上去 然後開始計時 OK 好 せーの 太遠 好 放上去 好 那我們 開始 它就是 你看看這是 這是計時的那個 就是 我們 按不同的話 就是它小數點 會有可能 不一樣的變化 那我們先 轉到 轉到 2A福特 我們現在架上去之後 可以注意看一下 它岩橋上是沒有氣泡 它岩橋上是沒有氣泡 那下面已經開始 我們已經放進去 那它的電壓會開始有點稍微有跳動 那我們就等 五分鐘之後 我們才繼續拍攝 每一分鐘 然後 對 所以 接下來是我們要等五分鐘之後 穩定了之後 穩定了之後 我們才開始計錄 那 同樣的這邊 我們也可以把它轉成 電流 好 那你看 它電流其實開始在變化 其實它其實跳動的速度很快 它電流跳動的速度很快 08A 那我們等一下會繼續錄 同學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的測試 快要 五分鐘了 所以你看一下 現在 它的電壓 大概是 1.07 其實只要 我們的講義上是講說 正負加點0.01 就是0.01之間沒有波動就好 所以 開始是1.075 那我們把它轉到電流 那 現在電流大約是 0.396毫安培 這個單位是毫安培